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今天是大年初四 今天的南京路真的是太热闹了 那这里是南京路的最西段 我今天带领大家一直走到外滩的最东南 去看一下这大年初四的上海南京路的过年气氛 不得不说啊 过年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好 今天也是汇丰合唱,天朗气清 这个温度也非常的适宜 所以人们纷纷的走出家门 来到了步行街 看一下进那个MM巧克力的那个店 然后这边是泰康老字号 今天是多少周年,110周年 也有很多人在这边驻足 也有老一辈的上海人来买东西 这附近坐椅上都是人 商场里面挤满了人 上次给大家拍过的龙岩的一个雕塑 龙岩大吉 前面就到了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和老字号新雅食品 上海都哪里都少不了排队 看一下这边又是在排什么队 这是卖烤串的啊 超级辣串 基本上是年轻人在这排队的多 而第一食品商店里面进去的基本上是 中老年啊 老上海人多一些 相对来说啊 靠近西段这边的人可能会少一点 我们越往前去 特别是到外滩那一段 人会越来越多 前面最远的地方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观光车啊 正驶过 这边是一条辅路 小吃一条街 也是人满文化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场景 就是演绎上海滩的一个剧情啊 也是经典不衰的 这里是上海永安百货 当年这边好像是最早安电梯的啊 那除了观光车 上海的这巴士也很多换装啊 换成了这个百年巴士的一个这个外套 今天沈大城里面也是人满为患 都是在排队啊 走我们绿灯了 赶紧过去 三阳南货店 几乎都是人 在古代呢 真月初四被称为阳日啊 因为有三阳开泰的说法 这一天被认为是吉祥的一天 那大年初四啊 据说这个造神爷要挨家挨户的这个搜户口啊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供桌上要摆满水果糕点啊 来营造神 这边这个广场啊 做了一个新年市集啊 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吃 旁边都是人 这边是老凤祥银楼啊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龙狼啊 一个狼柱 今年设置的 走一下这个龙狼 南京路和你一起迎接新年 好多人在拍照啊 那上海的特产啊 特别是一些呃电视剧里面啊 影视作品里面放的比较多的上海雪花糕 今天也是生意爆棚啊 很多人围着买 这些买的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游客多一些啊 再来看一下老字号邵万生啊 他家的这个 呃 糟乳特色的食品啊 门前也是挤满了人了 店里面有点人满为患的感觉 哎呦 都已经有点挤不进去了 再来看一下这些呃 年轻人喜欢的二次元的店铺啊 周边啊 也基本上人很多 我们一会儿唱 好了 这边就是苹果店啊 看一下苹果店怎么样 苹果店里的人也是很多啊 好了呃到这里为止呢 前面就是2020年新开的南京路东段啊 我们已经把整个南京路差不多逛完了三分之二 还要多一点点前面就是外滩和平饭店 我们再接着去看一下 这个新世界大碗百货啊 这个龙头的这个标识也出来了啊 龙年那个气氛 然后旁边就是华为的全球旗舰店 好的 这个这个绿灯我们赶紧过去 新世界大碗百货啊 这旁边的墙 这枯起整面墙就是他们的广告啊 这边是中央大楼啊 哇 前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中央商场的这个集市也已经开放了对吧啊 你过年的时候 咱们今天就不进去细看了 他这个穹顶很有特色的 前面就是和平饭店了啊 这里的人流量应该是比较密 好吧 现在到了和平饭店这边啊 太热闹了 小吃的 一些小饰品的 都是人 看一下在和平饭店名前拍照的很多 我看了 好了 我们到前面外滩观光平台那去看一下 绿灯了 这边现在是只能下了啊 那从这边可以做这个外滩观光隧道啊 到陆家嘴 好了我们现在到了观光平台啊 哎呦人太多了 那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啊 初五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所以他们大多数会在大年初四晚上这一天呢 会接这个五路财神啊 他们叫做抢路头 又叫接财神 那这就是大年初四啊 上海外滩南京路的一个景象